面对几次发 看到大批粉丝吓到拔腿狂奔 眼前这位奔跑男孩 就是在巴黎奥运夺得羽球男双银牌的网场 他靠着帅气外表和超强实力爆红 七号一落地北京就被大批球迷包围 一下扶梯我就马上冲出去 我就跑到大巴车上我就上车 结果后面那个 我看网上那些事情 都追着我排 男的手机 在后面跑着追着我排 我本来是推着两箱子出来的 然后肥胆就推这个车出来 除了网场行李被击飞 夺得铜牌的体操选手张伯恒也是追星受害人 残被粉丝鲜花敲到头 张伯恒也被团团包围 甚至一度被堵到机场洗手间无奈求救 其实体育圈是个很公开的一个圈 但是大家还是理智追星 疯狂的追捧令大陆奥运选手直呼冻鬼雕 而这种街机乱象 过去在娱乐圈就层出不穷 大陆男团成员刘耀文 在广东珠海机场遇到疯狂粉丝 就算保全帮他开道 粉丝依旧紧紧黏着 急到最后叠成一片 几乎成了踩踏事件超级危险 实际上有不少人会透过刷官接机 先是网购明星的航班资讯 再购买相近时间的机票 过了安检之后达到追星目的 再出来退票 面对粉丝乱象 北京首都机场公安局7号通报 近几年已对数百名扰乱秩序 侵犯隐私的粉丝 进行拘留罚款等处罚 确保公共场所不变追星胜地 TVBS新闻夜居宏蔡一杰综合报导 TVBS大运动家 跟运动迷一起竞技的电行 马上下载跟中华队一起all in